北京时间11月20日晚,WCBA中国女篮职业联赛第13轮,内蒙古农信女篮主场迎战浙江绸州女篮,比赛进行到第三节,内蒙女篮47比42领先浙江女篮。 潘真奇送出精妙传球,张如篮下上反篮,命中2分,内蒙队继续扩大比分优势。 李源持球前场,组织进攻,内蒙队打出精彩配合,琼斯篮下轻取2分,浙江队被迫叫出暂停。 追追再拿2分。 暂停回来,浙江队依靠张敏强突篮下,拿下2分,止住颓势。 浙江队前场投篮不中,内蒙队保护下后场篮板,随后打出快速转换进攻。 潘真奇投篮不中,琼斯抢下前场篮板,补篮命中,内蒙队将分差拉大到10分。 浙江队前场配合出现失误,内蒙队抢断后迅速打出快攻,潘真奇持球推进到前场,晃开防守,再次打进2分,内蒙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。 上婉力持球强攻篮下,为浙江队拿下2分。 来到篮下之后,低手上篮好球。 李源这边持球进攻,急停跳投,命中3分。 李源湖顶,漂亮。 张如空欠篮下,接到琼斯的妙传,轻取2分,内蒙队领先16分。 浙江队连续外线投篮不中,琼斯收下后场篮板,随后快速给到前场,助攻张如再次倾取2分,内蒙队将分差拉大到18分。 内蒙队能先再一次塞篮下,拿下2分。 分球,底下了3分,还是没有。 上婉力左侧45度,命中3分,稍稍止住了颓势。 内蒙队前场打出精彩的团队配合,李源湖顶位置,命中超远3分。 张如持球强杀篮下,再次拿下2分,内蒙队将分差拉大到20分以上,浙江队被打崩了。 而浙江队在内蒙队强硬的防守下,频繁出现失误,丢失球权。 琼斯右侧45度,命中3分,内蒙队将分差拉大到24分。 最终,第三节比赛结束,内蒙队火力全开,打出单节34比12的超级攻击波,一举将浙江队击溃,使得第四节变成垃圾时间,最终内蒙队战胜浙江队,联赛排名上升到积分榜第二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